女篮终结了日本的五连冠记录 李梦等四名黑马狂收了200万的奖金 而且姚明跟郑威再添一名新版的巨头 在接下来更有机会帮助女篮称霸亚洲 以及拿下世界大赛的冠军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三个点 第一个点 李梦在本届的比赛 成功带队完成了关键时刻的三分球 而且是把比分完成了反超赢了 李梦本届比赛打得相当精彩 他带领的团队成功击败了日本战队 终结了日本队的五连冠 这样的战绩打出了我们的气势和水平 我们女篮竟然能够打出如此优秀的水平 李梦的是当之无愧的前锋了 其中李梦在全场比赛中展现出来的水准 大部分主力都是纷纷把掌声送给李梦的 虽然李梦过去包括了执三当三等事情 受到大家的争议 但是谁也否定不了 有李梦的女篮国家队 确实能展现出了更加强大的水平 打出来的战绩都是让人值得点赞的 其中李梦在比赛过后 更是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确实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无论他过去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都纷纷原谅了他 现在的李梦 他不仅在美国 WNBA拿到了最佳的战绩 回归到女篮 也带领着我们的团队 在李月如 杨立伟等人受伤的情况下 依旧能带队击败了日本队 展现出了女篮该有的拼搏精神 第二个点 女篮的李梦 韩旭 还有王思雨 高宋四人狂收了两百万的奖金 帮助了女篮拿到很高战绩的同时 也收获了巨额的奖金 对我们女篮的奖金来说 那是很值得 很应该的 因为我们女篮能够打出这样的水平 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这背后是离不开每位运动员 默默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尤其是包括了郑薇教练 其实他本届的带队能够击败日本队 也是打得非常艰难的 值得开心的是 四川远达美乐篮球俱乐部在赛后 因为我们女篮获得了冠军 终结了日本队的五连冠之后 确实也发表了祝贺 同时拿出了真金白银来奖励四位女篮的大功臣 由韩旭领梦带领的女篮团队 搭档上王思雨 高宋 每个人获得了五十万的奖金 总共加起来高达了两百万 同时在亚洲被本届的夺冠之后 包括了各方的集团以及很多品牌 纷纷给到我们李梦 韩旭还有郑薇等人重磅的奖金 还有颁发了奖励 由此我们能够感受到 李梦带领的团队七十三 七十一击败了日本战队 最终创造记录的同时 更是打破了质疑 李梦 韩旭等人让女篮的团队登上了亚洲之巅 这一次比赛打出了我们该有的水准 现在来看 很多专家球迷纷纷表示 如果以后谁再去说李梦的坏话 肯定会受到严重的批评 因为我们的李梦可是女篮的顶梁柱 大部分的情况下 还是要依靠李梦带队才能赢下胜利的 接下来我们应该把掌声 把鼓励送给李梦 无论她过去个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 都应该给予原谅 因为李梦可是我们女篮的大功臣啊 第三个点 女篮的郑威和姚明新增一名女版巨人 后面的女篮大概率将会包揽各项大赛的冠军 尤其是世界杯大赛的冠军 女篮未来顶级的中锋 到底要依靠谁呢 李月如迎来的伤后付出 杨立维作为大队长也将迎来登场 同时我们的女篮国家队 有一位顶级的主力张子宇也将登场 张子宇的身高2米27 个人的水平天赋都是非常高的 他能够在国际赛场当中打出了该有的水平 张子宇将加盟到女篮一线的队伍 得到重点的提拔 所以女篮未来的前锋线除了李梦 潘真奇 后卫线还拥有着包括了李源 王思宇 杨立维 中锋将会具备李月如 韩旭还有张子宇三大巨头联手起来 在新一届的阵容 一定可以拿到大赛的冠军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女篮 祝贺女篮越来越好 对于李梦等人的冠军战绩 大家是否支持呢 欢迎一起讨论一下你的想法 我懂得觉得第一个草王 无法度拥抢 这好 �cient erlebt umental 我iram grad中科大 为 existem wur 地 鱼 不 即 我 感谢观看